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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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未試過遇過 很癡身要見的女朋友 發放出來的能量 是想為一個獨立些 自主性強些的女生 所以我暫時 未試過遇到下一步 要跟一步的女生 的而且我試過 媽媽要花500元 內心會有一個肉赤 但當然也很感動 你會想用一切的辦法 最後把500元還給家 我覺得不是平靜 是成長了 責任的責任也多了 但其實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對錯 你怎樣可以好好保護你 身邊你愛的人 這是最首要的條件 他有時會像我的歌 給我很多真實的意見 神智不清的時候 可以幫我撥亂反正的人 Hello 各位V1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MIRROR的AK 今次跟JFONG合作 一起作曲 很多都覺得是成就解鎖 今次跟JFONG合作 一起寫歌絕對是成就解鎖 因為平時我們在頒獎裡 行談幾句 大家也會說 大家有機會再唱歌 或一起唱歌 但很可能這些都是朋友 給面見到面 說兩句行圈下 我那天真的不知何事 忽然想到MELODY 又膽粗粗的聲音給他 他真的肯和我一起 完成這首歌 所以其實挺開心 因為音樂創作上 我自己真的很新手 能夠有一個前輩 帶著他去完成一首歌 是一個信心挺大的一件事 和自己一個這麼喜歡的歌手 今次跟他合作的時候 很感受到他對音樂的歌熱誠 因為我們第一天開會的時候 其實真的想著純開會 和Terry吃過飯 見過面聊聊天 看看有沒有這首歌 可以如何發展進去 但他忽然間吃飯 就說不如現在 做完這首歌 他忽然間就 拿起吉他 我們完成了那天 那些歌的MELODY 那天是 我帶了一個副歌過去 然後其他FIRST 和Bridge的部分 就交給JFONE 和我們一起完成它 但因為JFONE的音樂太好 所以這首歌對於你 很遍 是 因為這首歌 應該是我 首幾首歌 我覺得是比較難唱的歌 因為整首歌的Range 都比較高音 所以我練習的時候 都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錄音 其實我特意叫JFONE 和唱歌律師吉迪過來 去幫忙 因為錄音的時候 有些難關 有些check point 解決不了 就想他們現場的時候 可不可以立即再教我 怎麼做 最後那個chorus 有一句 問句滿地 因為那句要 去到第三段的副歌 所以情感拍完 想出真正 那句真的有點高音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 去學那句的發聲位置 和如何唱得更好 有什麼秘訣 他的秘訣就是 他首先叫我不要用那麼大力 他說我以前習慣唱歌 都比較偏向大力 因為這首歌 是一種猛歌 抒情歌 他說其實是 要用一個 雖然他很高音 但也要用一個 輕一點的力去唱 我這首歌 主力去解決 是解決一個 我要用一個 溫柔的聲音 去唱到那麼高的音樂 都是真的一樣 溫柔的 但我有時太大力 那歌詞 哪句最能力 我最喜歡是Bridge 那裡的歌詞 就是 精彩不過預告 改舍不了明圖 如何從頭熱戀再上訴 因為我覺得 整首歌裡 這一段的歌詞 是最有畫面性 和最美 我跟Oscar說 一看一份歌詞 我跟Oscar說 我最喜歡這首歌的歌詞 想起什麼 我覺得想起 每一段開始前的熱戀 大家都會有一個很強的 幻想 大家學 紫華神 看過鐵達尼 鐵達尼極限 是有限期的 如何把鐵達尼極限 保鮮期延長 這是一個學問 另外這個MV 是講你變形 為何我加你最喜歡的 秋星詞 因為今次這首歌 是 我很久沒有出一個 這麼大路的抒情歌 所以今次的MV Oscar想用一個 愛情故事的角度去出發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我一放《周星馳》下去 大家就會 走了去 可能是搞笑那方面 Oscar就不想 就想大家認真看 當是一個愛情故事 這樣看 是有點像《周星馳》 很回憶 我是Leo 如果可以跟他們拍一個 偽影畫預告 我會把 因為我也知道 他們有某些戲 他們都會很喜歡 譬如阿虎很喜歡看 梁先生的戲 可能我就會把它放在 把他們很有型的戲 你想做什麼都好 就全部都做 可能 阿曼、Alton 他們會開電單車 就給他們一個天躍有情 玩玩 我會盡量 把他們安排到 他們最有型的 在每一個電影場面 出面 Stanley 因為Stanley是我們ViuTV的影帝 師弟 當然要安排一個 強壯壯的角色 男主角給他做 他現在又這麼巨 那 Alos 這個 Rambo是時候給你的 這些 你自己都可以錄一份 你都操個機 我現在窮 還有六個叫機 隨時叫我 大家 你覺得自己 可能經歷了幾段感情 到現在這個年紀 看到什麼 綁鮮的方法 第一件事 首先 不要經常見 經常見 是會把那個 鐵達利極限 縮短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 有時小別性身分 或者是久不久 才見一次面 或者很快便同居 我覺得很快 會將那個 熱戀 或者熱情 消耗了 給大家多些驚喜 有時力夠長身 反而是可以 攤長一點 鐵達利極限 但女生有時候 多數都癡身 如果癡身的女生 你就不行 因為你要不要整件 我自己 以往是 我的關係上 我都是一個比較 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如果對方很癡身 其實我會有些 頂不住 所以 我自己 沒有試過遇過一些 很癡身 要見的女朋友 可能是因為 開始溝通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我發放出來的能量 是想為一個 獨立一點 可能自主性 強一點的女生 所以我 暫時來說 真的沒有試過遇到 下一步 要跟一步的女生 第二個保鮮秘訣 你認為有幾個 第二個的保鮮秘訣 就是 我覺得驚喜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一段關係久了 有些人就會 事情會習慣了 就會覺得 都沒什麼特別 又是情人寺 又是生日 又是年年也有 但是 適當的一些小驚喜 是可以令到那個關係 可以再力求上身 還有一個 你覺得自己說出來 都很尖尖的例子 這件事厲害了吧 我曾經 我覺得自己 最有心思的一份禮物 就是把這個世界 這麼多國家的 語言不同的愛理 抄了下來 摺在心心裡 放在盒子裡 送給一個女生 你是不是收到 都哭了 我不知道 因為送不到相片 因為送不到給這個女生 最後都 但是我很有心思 要準備這份禮物 那時候 這個也是小時候 衝動女士 我打算把這個禮物 送去那個女生 家裡留下給她 那時候 這個女生是住 遠一點 可能離島的地方 我去到那個離島的碼頭之後 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裡 我只知道她住那個離島 在那個碼頭等 最後是等不到 所以下次 有心思準備禮物之後 你也要問清楚她的地址 你有不打給她的嗎 我有打過 沒有聽到 那時候 那時候是Cubo禮物 這句就是重點 所以就是 大家去 怎樣也好 Cubo也好 先問了地址 其實這個 說話 不想改變這麼多自己的想法 除了應用在感情上 其實應用在你們做藝術上 都是你的終止 會不會覺得 入行這幾年 真的天氣不遲 如期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 如期說不要 去改變自己 反而是我覺得 很難去避免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都會身不由己 反而是不要太被這個世界影響到自己 我覺得 這樣才是重要 因為 現在這個世界的資訊很發達 也很容易流通到 可能會很容易吸收到一些好或者不好的資訊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心狠清 去理清自己當刻的想法 或者最需要些什麼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你覺得當下的AK 在這一行裡 你最需要的 曾經的我 我會以為是一些 很實質的一些 可能是成就 甚至是獎項 對我來說可能會很重要 因為它是一個很實質的回報 但去到第五年之後 我可以發覺慢慢是 過程才是最重要 因為在那個沿途的過程上 你得到的東西 一定會比你失去的更加多 怎樣去享受你每一個時刻 去享受你每一個工作 這件事其實很容易 但怎樣去做到其實很難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的AK 最重要的是 怎樣去用一個最舒服 最平靜的心情 去應付我將來所有的挑戰 其實你的粉絲會叫你光爆 是否那個爆 你覺得已經自然自然 平靜的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 不是平靜的 是個人有成長 然後想的事情不同了 還有人大了 你要 takeover的責任也多了 開始你就 不可以做 好像以前那樣 所有事情 都只是 用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開始你就會發覺 即使那件事 錯也好 我以前很執著那件事的對遇錯 但其實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對遇錯 亦存在很多所謂灰色地帶 但是 我現在最主要的原則就是 你怎樣可以好好保護你 身邊 你愛的人 這是最首要的條件 因為很多時候 你和Lokman 都是做隊中的發言人 會否覺得這個身份 可能都變成了 將自己壓得很小 我又沒有想到 將自己壓得很小 但是 我看著Lokman的時候 我開始會學會 如何將自己 退回後一步 然後看大環境 然後盡量保護其他身邊的人 在隊中 你覺得樹洞還是誰 你最常談判的 最常 一定是Lokman 因為 他 他有時候好像我哥哥這樣 給我很多 很真實的意見 其實在他 我覺得他跟Alton 跟Tiger 他們這幾個 因為我們主的比較近 他們幾個都是 他們幾個都是 會在我 最亂 或者最 神智不清 可以幫我撥亂反正的人 所以我很多時候 都會有什麼問題 都會跟他們談 因為真的住得近 有些時候晚上 就可以過去找他們 是的 這段時間 都挺多謝他們的 一些意見 或者一些陪伴 有沒有哪些說話 你覺得很深刻 有幾個兄弟 其實我真的沒有在說話上 有些很深刻的事情 反而是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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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的那個 vibe 因為譬如 他們會很感受到 我一些 我開心的狀態 他們就會陪著我 或者很普通 聊天 未必是聊那件事 其實是聊些很無謂的事情 但是在有一些時刻上 我知道他們是跟我一起 其實我的心就會定很多 其實這樣已經夠了 未必需要說很多 甚至做tour的時候 一部分會跟Loman和Alan做 可能上台前的一個眼神 大家拍一下肩膊 碰個拳 其實那一刻已經很大力量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兄弟都未必需要說很多 你剛才說 初初對長項會有執著 也曾經說過 因為政策的事件 又要去看醫生 其實現在的情緒狀況 我現在情緒狀況 我覺得是 幾良好的 也都開始 經歷了幾年 開始慢慢 了解自己多了 也都開始 了解這個世界多了 我現在只是很希望 可以 平靜地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每一天很感恩自己 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 繼續做一個單純的AK 沒有被這個世界改變就可以了 我現在只是學會 如何將自己的真心留給你 真心對你的人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其實不會封閉自己 你不覺得 我覺得不是 因為 這個世界是沒有絕對的對錯 所以是 那一刻你學會怎樣把 那個人就算不是真心對你也好 你也不需要把那個人視為你的敵人 只是把你的真心留給 那些真心對你的人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 我早上看到的事情 很容易 大家都會把自己的情緒 留給你最愛的人 其實這樣反而會傷害你身邊的人 因為大家都會很容易把一些 最直接的感受 一定不修飾不怕 跟你身邊最親密的人去表達 但是往往上 你經常都將一些 一些冷是禮貌 或者是 比較假的一面 去對一些 可能你完全不認識的人 但我覺得這樣反而 其實是有點怪的 我覺得 其實你應該是 將你一些最好的東西 應該留給真是珍惜你 或者真是愛你的人 我不是說要對其他人不好 只不過是 你要自己學會去調節你的心情 所以每一件事都看得這麼重 所以現在面對社會 或者面對工作 上不如意的事情 會覺得舒服嗎 是 絕對 會輕鬆很多 有一個阿Q精神在 某程度上是 會不會 SoloCon 都是你的其中 另外一個成就解數 除了跟Jay Bond合作 絕對是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歌手 都一定會有一個夢想 是想開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今年到我出道 差不多第六年 終於可以有機會開我 第一個個人演唱會 其實是非常開心 其實我擔心過會不會不夠歌 還是怎樣 但是身邊同事 甚至Terry監製都給了很多信心 其實可以了 是時候了 我自己一開始會有一個擔心 是拍不夠歌 去呈現給大家看 不夠多元素可以放進去 因為可能只能唱跳 但是慢慢去想一下 其實這五年都存了很多想做的事情 其實都沒有機會做 其實可以放在這個演唱會上 希望今次這個演唱會 大家可以感受到這五年來 AK的進步 亦都可以感受到 AK為何會由以前Dancer 一路走到全民造星 去到現在成為一個MIRROR 我將所有我這麼久的養分 都會放在這個演唱會上 成為我的Game of Life 也揭了一拍 其中一個角色 希望各位山粉或鏡粉 進來看的時候 可以玩得開心 看得開心 但是剛剛講的演唱會上 你剛才說 由你初初去韓國判斷 那些角色 你如何將我的歷程 擺入你的歌 譬如有些歌 那時在韓國訓練的時候 有練過 有些歌 可能是在我訓練生的時候 那段時間剛剛才出的歌 那段時間對我很有影響 然後有一些 可能是我小時候 很想幫他跳的 一些偶像的歌 可能沒有機會跳到 希望今次這個演唱會 有機會呈現給大家看 所以今次這個演唱會 可以透露的是 都有幾多不同的語言 歌種會在這個演唱會出現 因為都是由我以前在韓國的時候 回到香港 再做Dancer 成為MIRROR的時候 中間很多個 經歷過一些不同階段的事情 我都會盡量以歌曲的形式 放上去 串連在一起 成為一個回合給大家看 有的 因為大家 大家在幻想 自己 開始想走這一步的時候 一定會想到最遠 就是 我要在哪裏開演唱會 我要成為一個 怎樣的藝人 我要怎樣做到些什麼 去到這一步 終於來的時候 其實又沒有 當時小時候 那一刻想到那麼衝擊 反而是緊張 壓力是多一些的 同步是很想 很多事情想做好它 但是 開始發覺 原來 自己一個人 去處理一個表演 和一個團隊 去處理一個表演 很不同的 以前MIRROR開表演的時候 你只專注在自己的部分 就可以了 今次SOLO 整個演唱會 由開頭的構思 Rundown 拍Poster 所有事情 都要去參與在內 都要有你的意見 然後開始King Rundown的時候 就知道 原來你拍一拍 你都要出現 因為以前是 你做完一拍 你就可能休息幾拍 其他兄弟去做 你就可以去休息 這次就不是了 很多事情你都要自己去處理 體能上 各方面的事情 你都要自己去拿捏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怎樣 你體能上 我現在就開始 真的逼自己 幾小時間都好 一定要做運動 每一天都 開始給自己 有一番運動的體拍 去應付 接下來一些 高難度的舞蹈動作 現在我主力是做大洋的體能運動比較多 而不要一定去做扶寵 因為時間不夠 還有教練都知道我最近的身體 就是那個 肌肉構造是比較差 可能我吃東西吃得不太多 所以他就盡量幫我保持在一個 現在這個狀態下 不要瘦太多 但是盡可能是一些大洋運動 令到我的體能上 是可以 能夠感受到整個演唱會的需要 你覺得韓團的經歷 會不會 令你其實走這個演藝路 是學會怎樣面對錯 這其實都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我很慶幸自己 當時有去韓國訓練的過程 雖然最後他的計劃是和諧了 但是我最開心的是 在能夠在計劃上 認識到一個好的台灣兄弟 我們現在也有好朋友 在這件事上 大家當然 當初計劃沒有了 大家都會很迷失 但是慶幸的是 大家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放棄過 大家真的想做的事 他在台灣仍然是 繼續去自己的事業 他在拍他想做的事 或在香港也有 繼續堅持去做我想做的事 上一年他 不 今年他有來看MIRROR的演唱會 我看到他那一刻 其實在台上看到他那一刻 我自己都很大感觸 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個約定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一個舞台上 唱歌給大家聽 當然他那一刻 我知道他將他所有對舞台上的 幻想或寄託已經交妥給我 給我去呈現 因為他們現在專心拍劇 拍他的戲 但我很慶幸的是 在韓國回來之後 有一位朋友陪著自己 然後中間有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外界的因素 跟你說你可以放棄 你可以不用繼續 不如你去做其他事 但慶幸的是自己真的 每一次想放棄的時候 都問自己 你是否真的想不做 是否真的可以 放棄這件事 不做做其他事 但其實問清楚自己 是真的不行的 最想都只是做這件事 無論是在舞台上跳舞也好 可能可以站在台前 唱歌也好 我只好想做表演 很慶幸那一刻 是可以自己堅持到 《全民造星》 有沒有中間 要經歷做一些拍攤 圍身 有 那時始終真的回來 我記得那時韓國回來之後 經歷了兩年的空窗期 我真的燒光自己所有的積蓄 去到真的只剩兩位數 試過 就要問朋友 有沒有13元借來 讓我按100元出來 然後就開始發現不行了 就要回去做舞台 因為那時有一段時間 就好像簽了公司 現在回去做銷售 回去幫爸爸媽媽做清潔 那一刻又好像過不了自己 我就很想用表演這件事 繼續去生活 那時就選擇去做商業舞台 因為始終做舞台出糧的時間 都不穩定 那一段時間最慶幸的是 家人沒有在經濟狀況上 給我很大壓力 他們都只是要求我 能夠搞定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慶幸的是 有家人的支持支持 那一段挺長的時間 然後去到造星 還有 都不是去到借了 你都不能玩 那一段時間 所以有時候 以前舞台的時候 每月結單回家 那時候 戶口每個月 家人都會知道 你大概還有幾千在戶口 的而且試過 真的開工 媽媽可能要洩 將五百元 但他們最大的支持 已經不出聲 默默去做 那件事 你內心會有一個肉赤 但當然也很感動 你會想用一切的辦法 最後把這五百元還給家 所以 真的慶幸 那時候是家人有幫忙 和自己真的肯堅持下去 也沒有說過 但他們的行動 看得出他們是很開心的 例如回到去 我媽媽一定是我最忠實的聽眾 甚至是MIRROR的聽眾 因為我媽媽知道MIRROR的事情 一定比我熟悉 回到去長時間 一定是播出不知誰的訪問 我媽媽訪問都可以一天 你要知道 那個誇張程度 所以我在這些環節 就看到她很開心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他們開心我就可以 看Ian訪問 你說你媽媽喜歡Ian嗎 永遠 她還在問你那兩張票在哪裡 最後 你覺得自己的AK 你想表達到 或者給到什麼訊息 現在喜歡你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 愛自己多些 焦點自己多些 雖然知道大家都很愛我們 會經常擺放很多時間在我們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 除了愛愛我們之餘 愛自己多些 焦點自己多些 你也有你們的生活 首先完善你們自己的生活 然後再去完善我們 你覺得你希望人家 之後講起AK 是想起任何 即刻 想起什麼 你現在做了那麼多 做了那麼多 你希望得到什麼 結果 如果大家將來 講起AK 我已經講到一句 挺正 那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多謝 希望大家接下來會看多些 偽影畫預告的MV和歌 多謝 請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1HK的Youtube頻道 再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